大家好我是Sean 剛剛那個直播 然後那個聲音有點問題 所以再重播就是 那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在IG上面的直播 我們想說直接就把它留下來 在我們的頻道上面 但是我們發現那個IG的系統會把那些影片 不知道怎麼樣弄了大家看不到 所以改變一個方式 我們還是直播 但是直播完之後呢 我們會把這個影片給漏下來 然後把它放到我們IG裡面 所以讓大家可以再一直Review 一直Review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不會全部重新錄啦 我就挑選幾個比較熱門的主題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就是 火漢 很多客人問我們說 火槍 這種小火槍跟這種大火槍 到底可不可以龍筋 我常跟他們說要看你的狀態 原因是什麼 我稍微示範一下 讓你們自己去取捨說 你到底適不適合你們自己評斷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準備很簡單 我有準備火槍 我有準備這個古風爐 我有準備這個焊槍 我待會呢 會直接實測你們自己去看 那我們實測的話呢 我們先過來這邊齁 我們實測的話 我先用我們台灣的制式的規格 就是一兩 這裡是一兩 這裡是一錢 我們先用一錢來做示範 OK 那我們這一個杯子 我們把它拿起來 清零 清零 對 然後把它丟上去 3.7 3.6 3.7 差不多一錢 3.75嘛對不對 一錢 好 那一錢的話我們把它放到這杯子裡面去 然後呢 這邊今天 在龍筋的過程 今天大家 教一個大家這個小技巧 好 像 一般來講 大部分齁 這乾鍋 我不講了齁 這個就是要開鍋 你們看到上面亮亮的 就是我有開鍋過 那如果不知道的人 你可以到我們的這個 欸 是YouTube嗎 也是IG IG 我有示範過怎麼去開鍋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按照我們上面方法去開鍋 讓它表面形成一層結晶之後呢 我們待會龍的這個黃金液就不會去沾黏 OK 那 很多人在做龍筋的動作的時候 都是直接這樣子 然後就拿火槍開始掃 對不對 很多人是這樣 可是我教你們一個小小的技巧就是說 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下去的熱量會其實這樣一直散發起來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 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我們用另外一個鍋把它蓋住 留一縫 留一縫 讓我的火焰可以進去 這樣子的話呢 待會我們在龍的時候呢 這個火就會被包在裡面 那這樣的話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我們要先找一個夾子 OK 好 那我們就先來示範什麼 示範這個火槍 我們先用 大火槍 啊 掉 好 我們先用這個大火槍來龍 我們先看正常的狀態下 它龍是什麼樣的狀況 好不好 那大火槍 順便順便教大家怎麼去開它 因為上次有客人問我說 你這火槍怎麼點 先跟你們講 紅色的叫做燃燒氣體 黑色的這個旋鈕叫做助燃氣體 反正過去呢 燃燒氣體一定是乙缺或瓦斯 助燃氣體一定是氧氣 如果你在點的時候 燃燒氣體 燃燒氣體就是乙缺或瓦斯 它的量比較少的時候呢 你就要適當的去開這個氧氣去保護它 不然的話它會熄掉 那熄掉的時候呢 就是說如果你氧氣過多的時候 它就啪一聲 就啪一聲 所以呢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看好喔 先開一點點瓦斯 點火 有火對不對 就這樣 很簡單對不對 然後開一點點氧氣 好 開到有這個狀態 我要讓它更強 很簡單 加一點點瓦斯 有看到喔 再開一點氧氣 它的聲音會比較強烈 的聲音有沒有 再一次 欸 越來越強了 代表它現在瞬間流量非常的大 所以這時候龍鯨的火焰就準備好了 那接下來要幹嘛 把它往內燒 看得到嗎小編 就往內燒 阿不要太靠近喔 我們是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大概這個火焰強度就夠了 好 你會看到很快喔 兩顆金屬痘痘 銅的金屬痘痘 銅的熔點大概在960 960 1000度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在燒的話 我都沒動嘛 對不對 我就只是讓火焰過去 那其實應該是不用到一分鐘了 它很快就會被熔掉 所以這是用火槍去熔這個一錢 一錢的一個效果 好 現在呢很明顯它裡面的狀態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我們所謂的已經可以到的狀態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 它很像一顆蛋黃狀 看得到嗎小編 已經蛋黃狀會流動對不對 這時候表示它已經 可以準備到到你的這個模具裡面去了 可以到模具裡面去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可以熔金的狀態 OK嗎 好 那我們在示範關火記得先 一點點的氧氣 關掉氧氣 剩下瓦斯 再關 OK嗎 這個就是正確的做法 不正常會怎樣 我們來示範一下 不正常會怎樣 好 看好 好 這樣對不對 好我先關 它其實有個 的聲音 如果你的那個火焰再更大 它 的聲音會越大 好 把它放在旁邊 好 這時候已經可以熔金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不想要去佔那個 其他的火槍的便宜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齁 其實已經用大火槍把它稍微加熱 東西都是熱熱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如果可以熔的話 它其實更快 我們看到這個銅力 有沒有看到這個銅力 在這邊 小心 等一下 好 銅力 在這邊 看到齁 好 那我們待會下一個目標也是把它熔掉 那我們再試的是這個 古鋒乳 對 古鋒乳到底會做得到 熔金的動作呢 等一下 好 有火了 那我們做一樣的設置 齁 把這個 等一下 把乾鍋 蓋起來 等一下 好 蓋起來 OK 好 一樣 對裡面做 這是用踩踏的喔 齁 不是用那個 電動的齁 那有些人問我說 電動可不可以 呃 其實 基本上我踩踏可以的話 電動也可以 但唯一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瞬間的這個 蓄油量 因為這個桶子 我們沒有用很大 那一般電動配的桶子會比較大 所以裡面的儲油量會比較多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沒有辦法融這一前的黃銅 看起來可以喔 有沒有看到 開始變紅了 可以看得到嗎 一樣不要動 但是這個蓋子就很重要喔 這個蓋子很重要 不要小看這個蓋子的功能 沒有它很麻煩 那這個 去之油我現在是加滿的 齁 在這個 湖裡面的狀態是加滿的 好 有點變紅色了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蓋子打開 有沒有辦法流動呢 連動都不動 欸 它沒有到動的狀態 有沒有 正常動的話 它會是一顆很像蛋黃狀這樣 它現在只是被燒紅而已 我們再等一下 火力勒 稍微 瞬間加強加大 流動嗎 欸沒有流動喔 它也是一顆 固態狀 對不對 還是一個固態狀 所以沒有變液態狀 繼續 給它吹下去 再吹 其實已經燒到這個程度了 有沒有蓋子 狀態也是差不了多少 喔 你看 它沒有辦法讓它完全變液態狀喔 對不對 你看到 最多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再給它吹 吹大力一點點 喔 有稍微有點移動喔 但是這個時間有點久喔 喔有有有有有 喔有有有 但是沒有很流動 所以我現在火隨時收 它可能是隨時加 喔 可以喔可以喔可以 有沒有 可以對不對 好 還OK喔 但是這是以前喔 喔 這以前喔 狀態是這樣 而且時間要稍微久一點點 好 所以 骨蜂乳可不可以龍筋 可以 可是 跟火槍比起來 它遜色很多 對不對 真的差很多很多 非常多 我們剛才的時間拉得很長 而且你要 很穩定的去踏它 如果你的這個踏平 喔就是你踩踏的這個 這個 呃頻率忽然斷掉的話 或者是你忽然沒有 瓦斯沒有火的話 那就有點麻煩了 對不對 好最後一個 我們要測試的是什麼 欸 你覺得我需要測小火槍嗎 小編 你自己都笑了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小火槍 這是大火槍 你覺得我要拿這個在那邊燒嗎 它應該不會龍齁 好 所以 比較有希望的還有可能是大火槍 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 大火槍有辦法龍筋 很多人就有這個問題 大火槍到底可不可以龍以前的銅呢 就放著 一直燒它 不要忽略了一件事情喔 這一顆金屬已經被我用火槍跟古工爐燒紅過 所以如果要從冷的狀態下 加熱到現在這個狀態的話 它的時間會拖得更久 對不對 所以已經讓它 就讓這火槍已經有佔了一點便宜了 但是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龍筋呢 硬的 硬梆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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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繼續等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了 可以嗎 有人在看嗎 真的喔 你覺得可以嗎 我覺得應該不行 呵 很難 所以 有答案了嗎 大火槍可不可以龍筋 不要再問我這問題喔 喔 真的有點難 有點難 對不對 那 好 假設 我們來做另外一件事情 大火槍給它加一支這個小火槍 有辦法龍筋呢 不知道 唉唷 有一點點效果在喔 但是 好像弱弱的 好 那兩支大火槍有辦法了 我們來試一下 兩支大火槍 唉唷 好像有喔 可是我可能一整天就在那邊燒烤了 有辦法嗎 有人回答了嗎 有人說可以啊 玩過 玩過 但是呢 你給我但是 但是說出來 但是怎樣 你用了多久 我有點熱了 我想走了 現在有點燙你知道嗎 我整個鍋都燒紅了 它還 它還硬邦邦 我看一下 對啊 對啊 它還是整顆 好我把它反過來 你們看得到嗎 對不對 反過來對不對 好反過來如果它等一下液態狀 它就會翻過去嘛 對不對 好來來來再來 再一支火槍 幫它一下 欸有變形喔 但是呢 你要讓它變成完全液態狀態 在裡面滾來滾去 那這樣子還不行 因為你要思考到 你要倒出來的時候 你的火槍要稍微有點離開的時候 它這個熔點還不夠 對不對 好 好啦我不想試了 我有點燙 你的手機有點燙 燒了不關我的事 好 所以可不可以龍 好不要再問我這個問題囉 以後看到這影片知道 這種火槍是沒辦法龍 這是這是什麼 一錢 一錢 更別說一兩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就是 這個 大火槍 我再回來試 為什麼要回來試 我要讓你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剛才說不行 什麼叫做 聽到這聲音就舒服了 有沒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可以龍的狀態 我蓋蓋子 記得不能靠太近喔 不然你的火槍頭容易壞掉 我們有點距離就好 讓它龍 有沒有看到 它現在是液態狀有沒有 滾來滾去的對不對 很快喔 那待會它的那個球面會很像蛋黃的樣子 這樣一直滾一直滾一直滾 所以就表示它已經ready了 要走了 要可以走了 有沒有它整個就變像水狀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看到火 液態嗎 我要怎麼讓你看 你看完你的iPhone可能就掛了 好來喔瞬間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一點燙 有沒有看到 看到嗎 就是這樣喔 所以它這樣子的話才可以叫做龍金 因為你夾起來的時候 你要倒的時候它還是要液態狀的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燒到這種程度 它才有辦法 那你們覺得 火槍龍一兩可不可以 一錢我覺得都已經有點吃力了 你說一兩有辦法 沒辦法 這個就 打個問號了 通常我農到這樣子 我都會大肢的就出動了 所以 如果你是一錢以下 大概 一錢是3.7克 科普一下3.7克 一兩是37.5克 一錢就是3.75克 如果是一錢以下 你用古封爐或者是兩支大火槍 或許可以 那如果是什麼 再多一點到一錢 我們剛才試過了 真的是無法做這件事情 OK 所以 有沒有增加了一點點對火的知識 要記得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透過實際的示範就了解到說 我們這個容金的時候 需要的火炬都會不一樣 那一般來講 我們這種火槍 還是比較適合在什麼 退火啦 退火 然後焊接的時候使用 那大小支問我說 你最適合需要買哪一支 我告訴你 每個人問我這句話 我只講一句話 你兩支都給我買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天 你會用到哪一支 你今天東西 大範圍比較大的時候 你當然是用大支退火快嘛 對不對 如果你是小的東西 看你今天你拿大支 你不好控制 你一定是小的嘛 所以大小支都要有 那你就說 可是我們老師教我用古封爐耶 對啊 古封爐 但是我說實在話 古封爐是一個傳統的工具 比較傳統的工具 但是它的需求是什麼 它的需求是什麼 你要焊接 對不對 你要焊接 然後你要退火 你就可以用古封爐 但是如果你只焊接退火 那你幹嘛不拿這個就好 又穩又不用踩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 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還要學 我自己也會用古封爐啦 但是就是說 光這個點火啊 一直到穩定的輸出 還要去玩這個火的那個尖度 你要去修這個火的尖銳度 等等之類的這些技巧 那你倒不如 對不對 這樣不夠尖嗎 對不對 小火槍 就可以控制啊 尖銳度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不夠 你就大火槍 解決 所以它是相同的 我沒有說哪一個特別好 只是說給你們去思考 我初學者 我可能不需要那麼多的這個 技術成分 那你火槍嘛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學傳統的記憶 那你就用古封爐嘛 那如果你在家裡 你允許有這種瓦斯氧氣的這種車台組 那你就拿一對這樣的車台組 我覺得效果也是可以啊 對不對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接下來的影片呢 我們會去挑一些 就是之前曾經做過的主題嘛 我們剛才提到過 那把這些東西全部稍微翻拍一下 因為很多很重要的資訊 我想傳輸給大家的 然後我想要分享給你們 那 最近我們的那個 Youtube的頻道會稍微更新慢一點點 原因很簡單是因為 我們公司有人確診了 那但是這個疫情 大家現在感覺好像就是正常的流感 但是我這幾天有跟大家聊 好像滿嚴重的耶 說連講話都不行 稍微講話就會 會咳到肺會痛 OMG 對 所以要喝這個清冠一號 所以 還是要小心啊 不要想說 啊我無敵 然後就你知道 TK 然後就說 沒關係來 但是真的在痛苦的時候 你會後悔 對不對 好 那就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的狀態 或什麼什麼其他疑問 請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告訴我們 有什麼需求 然後有什麼想知道的 都可以歡迎你給我們這個告知 謝謝